中共肺炎肆虐全世界史无前例严正以待 加速投入试剂与药物实验开发疫苗 希望疫情能早日结束回归正常的生活 那么根据BBC分析了面对疫情未来有三条路 不过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减缓疫情 22号法国国家卫生和医学研究所宣布 欧洲即日展开一项针对中共肺炎的临床试验计划 以测试四种治疗方法的效用 计划包括3200名来自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 荷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的患者 其中法国至少有800名住院重症患者参与 四种实验疗法包括瑞德西韦、强氯奎尼、洛皮纳维及利托纳维的组合 以及该组合与β干扰素的再结合 目标是在有限时间内分析出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周一美国川普总统宣布将在今天开始 向纽约投放抗疗疾药物强氯奎尼 希望这个对一些患者已经出现成效的优务能起到治疗作用 I'm pleased to report that clinical trials in New York will begin existing for existing drugs that may prove effective against the virus at my directi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working to help obtain large quantities of chloroquine 就在各国陆续投入试剂与药物实验之际疫苗研发也在加速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透露 由台美合作的疫苗最快有望在今年年底上市量产 我方将尽力争取美方提供配方与制成 再交由国内厂商大量生产 美国方面由白宫能源部与IBM合作组成高性能运算集团 邀请Google、微软和亚马逊等科技龙头及学术机构加入 集团授权研究人员使用16台超级电脑进行资料运算 以尽快招出疫苗 中共肺炎让全球深受其害 各国都盼望疫情尽早结束 BBC分析面对疫情有三条道路 但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让疫情减缓 第一条路研发出疫苗 但至少要等12至18个月 还需在全球范围进行接种 第二条路让群体免疫 但自然免疫需要制守两年时间 而这种免疫力能否持续还是问候 第三条路永久改变人们的行为 以维持低传播率 包括目前已采取的措施 或者实行更严格的检测和隔离措施 但这种方式没有明确的终点线 新唐人演的电视页恩姐编译